MING PAO TORONTO 遊覽車原本好好開在前方 後面還跟著一輛黑色休旅車 原本正常行駛遊覽車在這個右彎後突然消失 接著就發生撞山意外 這段最新曝光的影片被網友PO在田書社團 網友說看起來雖沒開很快 但好像因為一直踩煞車 導致煞車系統過了失靈才會發生意外 但網友也有其他看法 小龍仔小龍仔回家啦 宜蘭蘇花公路東奧段昨天下午發生嚴重車禍 造成六死三死囚傷 深夜家屬前往現場召魂 準備將王者遺體入回北市二兵 運體車抵達二兵後 在法經送經之下 遺體緩緩送進太平間 家屬在一旁相擁而泣 場面相當愛奇 這次發生車禍的是 新北市新店復興裡的李寧 一百多人參加兩天一夜的花蓮行 沒想到竟在回程發生車禍 而六名死者 傷勢幾乎集中在頭部 且全身有多處骨折情況 而車禍發生現場 昨天深夜已清理完畢 警方拖回事故遊覽車 並查扣俗稱大餅的行車紀錄器 警警目前已經相應完死者遺體 並完成了近20名傷者比錄 也初步詢問過駕駛 並同步到遊覽車公司 查扣相關證物 要來一一釐清事故原因 突發中心 伊蘭報道